回到你了 昨天我們用了一天的時間 跟大家說二十三條 多謝各位 二十三條我已經算是票房讀藥 不少人聽 未知有很多人聽 但因為很重要 影響大家 將來如何計劃未來 留在路也好 走也好 其實不清醒是最好的 我看到 近來有一個 有一個人在做一個 這個不是九龍皇帝 以前有一個重賭安 在街上寫一些色情詩 又很押韻 很有趣 我看完二十三條 我看不到八十幾頁的 諮詢文件 但你聽完之後 不是呀 譚耀要反駁你 譚耀宗師跟你說 三個小時什麼都搞定 因為他就是 共產黨肚子裡的蟲 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什麼一回事 我們不是 所以怎樣呢 看完之後 我覺得這種人生態度 反而是最樂觀 專心做個瘋子 生活一定會更好 還有 不論晴天陰天雨天 總之過島海就是神仙 2024 做得更瘋 香港現在真的很瘋 現在是 亦都不少有人說 看香港新聞 只要做人抽離的話 笑完就算數 不會認真分析 這個好厲害 壓力會變動力嗎 變病力 這個就不是說政治 工作上的壓力 任何人都會有 我想這個不只是打工仔 現在做老闆都一樣 尤其現在好像新世界 鄭家 我想他們都很大壓力 不止 現在是說 凡是做金融業 做銀行 個個都說傷不了生 首先就是 去年已經開始說 什麼 渣打內房撥秘 去到今時今日 很多銀行其實是在說財源 不過人家小規模做 大家不覺得 還有 精神病是上天送給人類最好的禮物 這句說話 即是跟 又在柱裏面寫的 這句說話 我覺得是比躺平更加高一個境界 躺平就是 不賤你了 大哥 你告訴我 我本屁了 我躲在家裡磨噱了 在床裏面點來點去算 今時今日 當鄧炳強說 遠對抗 都是有機會犯法的時候 那我就瘋了 瘋了 你最多我上海小攬 你不會拿我偽瘋的環額 瘋了 瘋了的話 未必送23條 現在是23條 即是極型 不用審就先坐定 這個世界正常 這個世界正常 反而就很不正常 這個說話就是很絕望 這個世界不正常 反而是常態 真是這麼說 李家超說了一番說話 不是告訴你 如果你特首都這麼說 都說那些瘋了 什麼為之間諜 竟然受到一個展館啟發 到今時今日都說不出 那個展館是什麼 一個外籍人士 結婚生仔 十年之後 突然間會炸了飛機 走了 那就叫做間諜 然後啟發他 立了23條 這傢伙 到現在都還在說 沒有人追蹤 追蹤 追蹤 到底那個展館是什麼 我見到 馮希乾 很認真問這個問題 他都看不出 所以然 如果你說會炸飛機 這麼大件事 是飛機失事的東西 新聞裡面找到 找不到 這是純粹的傳說 很認真去考證一個瘋子 在說什麼 這個就是正正 馮希乾在問 在考證 一個瘋子特首 說這番說話 是不是真的有真憑實據 連馮希乾也陪了瘋子 香港是一塊大的肥豬肉 人人都要靠著 這種疑神疑鬼 不是瘋子是什麼 那沒有啊 你這個政府帶頭瘋子 我只能夠做瘋子 做過瘋子 做過瘋子 生活沒有煩惱 特首都瘋子 你最好陪他瘋子 大家同步的話 不會這麼辛苦 白卡社會 是呀 見累就休息 即是見累就休息 已經算是相對正常 我也想休息 我也想休息 錢是會令 這個又有真理 錢是會令快樂跪了 這個是真的 以前落家打抽籤 要花錢嗎 這裡拍到一個人 是不是那個人 不知道 不知道 長的人生 短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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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賭安 是不是現在 變成風格 大家知不知道 從賭安是誰 這個 我有我夾菜 你有你西童 哈哈哈哈 那個寫《鹹濕詩》的重賭安 很有他的風格 唉 你不會面對23條 這麼沉重 是吧 你不用一種這樣的態度 去看待 那怎麼辦呢 有時候你說 這些是不是軟對抗呢 是不是 還是 你是用一個 比較抽離的角度 我們經常說什麼叫幽默 什麼叫做 就是黑色幽默 甚至乎 幽默很多時候就是悲劇 苦中作樂 苦中作樂 正如我們怎樣 經常會回到 例如當年王子華的 那些武炭用 抽籤算帳 走來看 那就是因為當時 真的面對著一個大的危機 你想想抽籤算帳是什麼時候 96年年尾 96年年頭都快來講 共產黨打到來了 那你抽籤算帳 大家一起去玩盡一點 那你沒有炭用 就是剛剛撞正 2月03年沙士 大家就一起拿董建華來開玩笑 嗯 明川就說 人人都是流馬車 對啊 流馬車真的走得很前 真身走得很前 真的 現在反過來 一件事就是 你王子華都金盆朗口了 那不就只能夠大家 就是 叫做 刺激大家 幽默的細胞 如果不是很難搞的 香港是 是啊 那好啦 那有些人很認真地問 這些網絡諷刺語 就問問鄧炳強 因為他們就說 二十三條 就是對付一小撮人 好像都沒有聽這句話 國安法就是 叫做對付一小撮人 就是四宗罪 對付一小撮人 現在不是 現在你二十三條 是叫做 純化大部分人 是全部的香港人 全部的香港人都可以有份的 因為 我們都說了 他這個 就是內致的 這個篤灰機制 是吧 引力叛國罪 你身邊如果 你見到有人 是 危害國安的 你不報 那等於你是 危害國安 那麼瘋狂 所以你昨天的題 很過癮 大家一起鬥快篤灰 是啊 要鬥快篤灰 現在就是要 你要跟國安鬥快 如果國安快過你 去抓到你的枕邊人 你的家人 你的老婆子女 是犯了國安法 而你是他親戚 為什麼你先不報給國安之先 那他就會懷疑你 你跟他一起住 那你就會 你就是有先天地 有引力叛國之嫌 所以沒有 首先 人人都要警覺身邊枕邊人 是不是有人是危害過 如果你 就是你老爸 危害國安 那他就會 累街坊 簡單 你每天要送 如果還要去香港 你每天送 小曹操上學之前 就要提醒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犯國安法 那就不要搞了 其實最簡單 沒有人可以管得到自己的子女 是吧 全天候管得到自己的子女 做什麼 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怎樣 怎樣管啊 就是不要生 廖仲海是國民黨 廖城志是共產黨 我猜不到這些事情 就是不要生 是吧 好了 這個瘋子 鄧炳強 這個瘋子 有些人就問他 喂 水源川河那句話 算不算是危害國安 因為其實現在 這個叫做煽動罪 煽動意圖 去年又說過軟對抗 軟對抗 首先說出來 就是要納入23條 對抗 軟對抗 也者 其實是一種獨心術來的 你首先 你就要判定 別人說的話 做一個意圖 是吧 有沒有一種 諷刺你的意味 就是 有沒有一種 不軌的企圖 現在他就說 首先你要犯罪動機 是吧 你要有意圖 首先你要有意圖 就是沒有的 你剛才那些意圖 你說街邊寫詩 那些 有什麼意圖 笑一下 只是一種表達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被拘捕 那你叫煽動意圖罪 因為其實 今天很多人問 你這樣危害國安 危害國安 現在你要完善這個煽動意圖罪的話 其實就是 網絡很大 你23條 如何立入軟對抗 別人就問他 有沒有聽過網絡金句 網絡金句 經常用的 那是因為你悲觀 是吧 我就見到柔智及卿的好處 這樣 那鄧炳強聽完之後 那他就說什麼呢 他就說 喂 有沒有實際語境先 無端端講一句話 有沒有犯法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那就是當記者 重複提問的時候 我想法律是一些很嚴肅的事情 23條是很嚴肅的 沒有頭沒有尾 又不知道說什麼的事情 就說有沒有犯法呢 我想答的人 都實在太輕率 我想首先 他雖然是應變大隊長 應急反博隊的大隊長 我想他自己就不太熟 在網絡上面 連登這句潮語 其實如果他知道的話 他就不會這樣反應 首先 什麼叫做無頭無尾 你知道現在人家怎麼用嗎 人家用這麼多的時候 你說嘛 你看到那些人落後形勢 現在那些人不是困難他 不是說好像以前那樣 就是還有一個公民社會 有些人在睡著 裝睡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公民社會裏面 盡量爭取民意 在民調上面 就揮下你的政策 一些不受歡迎的政策 所以我們就會有激變 很認真地 我們會有城市論壇 正反雙方 大家都自由表達 以前是一個這樣的社會 我為什麼說他們這些人 是完全落後於人形勢呢 因為現在 哀莫大於心死 不覺得跟你很認真地去辯駁 有什麼意義 因為你是不會聽的 因為你自己就起了鋼 所以沒有的 你就像以前中國那樣 玩傷痕文學 即是當你李家超 連自己有的謝偉俊 都不給面子的時候 我們這些人跟你說什麼 算數啦 他不明白 什麼叫實際意境 其實你還不明白 就不明白的意思就是 其實他枉造一個 叫做應急反獨隊的大隊長 你都不明白 現在沒有人跟你爭辯 跟你爭辯 跟你爭辯做什麼 現在是諷刺你 只是棄訪你 只是嘲笑你 嘲笑你 就很簡單 你說由志及興 現在沒有人看到 只有你看到 所以我們就看到 網絡上水源千渴 那句說話 被人做了很多異創 是不是 就是這樣 即是你再看下去 什麼叫意境 意境就是 完全離地 完全離地 口是心非 指錄為馬 這就是真實的意境 以你感覺不到 因為你自己真的覺得有志及興 你這麼橫膠 23條這麼大件事 你看到每個記者都有問 但實際上 你看到連登吹水台 現在最多click rate 的是什麼post 就是 港南逃600元熱水爐大賺好用 北京GDP做假被踢白 這個都被鄧鼎強抓了 第三個就是 新手做健身 成年 肌肉量沒有變過 只有這些 熱門 哪有人說23條 沒有人說23條 沒有人說 有眼見 即是你現在 又操機 又打沙包 然後又上榜 又打沙包 想著 今次我不會像以前 反送中 23條 這樣就捱打了 然後操到自己 很健碩 上擂台 誰不知上擂台 沒有人跟你打 是 你玩了 你這麼認真 去打什麼 不是一個擂台 不是公平的擂台 我跟你說 有什麼用 一個月的諮詢期 民主黨傭奪 爭取三個月 一天就算了 是不是 鄧炳強 譚耀宗 他說 一個小時不用看 三個小時 三個小時 看 那就是一個月 都給你多 是不是 不瘋了 你今天就通過 你整色整水 幹嘛瘋了 你那些瘋子在這裡 蛤 你想怎樣就怎樣 是不是 你根本上就是為所欲為 還在這裡整色整水 裝什麼瘋子 你那些瘋子在這裡 是不是 誰想跟你拗 根本就是你隻手遮天 玩瘋子 你整個瘋子 所以現在就說 你說軟對抗 那是不是 現在呢 有一種激變 以前的黃毓民的反駁 就變成一種 純粹是諷刺 表達 你都看不過眼 你都會探索過了 人家的心裡想什麼 然後就是捉人 因為你那些國安癌細胞 是不是 你沒有寄生體 你是生存不了的 你那些瘋頭蟹 是不是 那你都看到 連王子華 都不再搞動篤少了 真的喔 這個呵呵 是不是 那我戴了 所以別人問問 這個就是證明了什麼 證明了它就是 根本上是落後於形勢 還是活在過去 簡單點來說 2019年2023條立法 2023條立法 對於他們來說 心理陰影面積很大 大到還是 現在我坐時光機回去 我就會這樣來對付民意 就說 我對你們太善良了 對你們是 以前太君子 太君子了 是不是 以前的葉劉對你太君子了 我現在就起了槓先 首先就擺好那個大隻佬 在擂台上面 然後綁手綁腳 你摘到五花大磅 就叫你上擂台 是不是 任我抽 就是這樣 誰會跟你抽 就直接放在地上 就定啦 你玩完你贏了 是不是 TU都說 看外媒的評論 就知道 現在外媒 都是兩三個說的 是不是 就玩完 你不自甘墮落 還在自以為大肥豬肉 真是 你就真的吃到肚滿腸肥 鄧炳強 你那些傻子就 是吧 應急反駁隊 他 上到擂台 沒有人跟你抽 因為你玩完 你玩吧 你想怎樣就怎樣 他們取件衣服 他們的腩子就叫肥豬肉 唉 真是傻子 湯家驊 這些全家產 還在這裏說 那些人問他 這個煽動意圖 這些 不是針對國家 這些是民生衝突的事 香港裏面 每天都可以見到 謝偉俊正在問的問題 你沒有納稅的小紅書帳戶 疏這個香港人 親小紅書 疏遠香港人 即是李家超馬上說 聯想黑暴 連想都不行 如果令人聯想黑暴的話 那幅是畫的話 就叫你拆掉 即是說上環的茶餐廳 那個叫什麼茶餐廳 樓梯街 樓梯街那裡的茶餐廳 有兩個公仔 戴著黃頭盔 令人聯想起黑暴 就要丟掉 聯想都不行 聯想是什麼 是你心魔 為什麼要我拆掉 是不是 你心魔裏面 有黑暴 他不是因為你做什麼 就是你觸碰到他自己的心魔 他就要你自己躺下 我都說了 你家裏有個疑神疑鬼的老爸 你是沒什麼好日子過的 大哥 他不開心 他就會找你出氣 他開心 其實都是找你出氣的 所以你就唯有 用這種態度最好 用剛才那些寫詩 那些瘋線圖鴉 跟你玩算了 我也廢話跟你搏 我這麼認真跟你在那裡說 在那裡說情境 就是怎樣 反正我什麼都不能說 反正最後你都玩了 你作主 03年公平 所以才有23條關注組 你葉劉 即是你說他幾乞人憎都好 職責所在 他都要去雲八大開論壇 你和學生會一起去做辯論 現在我洗鬼辯論 你見葉劉 都廢話 真的認真和你推銷23條 總之他就開過Facebook post 和陳家沛 就去拍張照片 然後說新民黨支持 就算數了 田二少也是這樣 他就說 反過來 你問我 我真的幫了 何大總統的Facebook 他簡直連那件事都廢話 反正你叫我來 我就舉手 很認真 我見讀媒都很認真 做報道也好 訪問也好 問問題也好 剛才那句 問水源千渴金句的說話 就是讀媒問的 他就說 沒有糖沒有味 不知道你說什麼 其實他自己 回去認真補課的時候 他就會搞你 不等於網絡上 有些年燈仔說 特赦了水源千渴 恭喜你 對不起 他是不明白 首先 這個特區政府 現在這個國安政府 就以結果為目標 只要 只要 你說的話 你說製造一個風氣 令到社會上普遍地 仇視 鄙視特區政府 你就中二十三條 簡單說 鄧炳強不順超 或者鄭主任不順超 因為我們的解讀 這個叫做 柔治及興 這四個字 在他的角度和我們的角度 是完全兩回事 柔治及興 自從我們有了水源千渴之後 我們賦予了新的意義 但對於他們來說 他們沒有看連登 他又覺得 說是柔治及興 就是夏寶龍說的柔治及興 夏寶龍說的柔治及興 是沒有錯的 現在是在說柔治及興的新階段 他不明白你握什麼 所以 他根本上 等於 叫做 偷襲成功殺他 一個掃手不及 讀媒這次的問題 他不是說你沒有罪 但他真的看到網絡上的風氣 社會上 一聽到柔治及興四個字 就在偷笑 很簡單 你想像一個情景 當去到學校組會的時候 校長跟你說 畢業了 現在 變成成年人之後 進入柔治及興的社會的時候 大家就要大展拳腳 由志及興 在他來說理所當然 但是對於學生來說 他怎麼想 由志及興在偷笑 你眼看我眼在偷笑 然後他就在想 有什麼嚴重 什麼事 為什麼那些人會偷笑 真的去研究的時候 他就要找一個作者出來 究竟哪一個是始作俑者 傳改了 或者他把柔治及興四個字 賦予新意而的水源村 那個真身是誰 你的意圖是什麼 那就記你大過了 是不是 他就會報國安 其實是瘋善的 是瘋善的 文革就是瘋善的 不是偽言聳聽 他現在回答不到你 因為他不知道 他還是按鈕鈕 簡單來講 鄧炳強還在按鈕鈕 他就不知道你在串他 就是這樣 嗯 所以 他今天還回答了很多問題 剛才讀媒那篇報道 其實寫得很好 很認真的 他說今天和張國均見過金融界 金融界是很重視的 因為他是害怕趕客 嗯 李家超昨天說得下巴輕輕 就說了 這個23條令到我們香港那麼安全 那些人爭著會來 人見人愛 是不是23條會來 現在說消費那麼疲弱 我們查一下入境處的數字 你看一下機場的入境人數多少 跟我說這些 那就說了 他說見完金融界之後 因為金融界有很多人擔心 如果沽空那些算不算 嗯 叫不叫做 這個 什麼 境外干預罪 是不是 因為這個字是很含糊 那 你說究竟沽空算不算呢 首先 他說 沽空來計 是不是有國家背景 是不是代表某些國家 嗯 就是 如果沽空來計 你純粹是 一般行懷 就好像沒有什麼 什麼都沒有什麼 但是我們知道 沽空來計 他就說意圖 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 國家儲權基金 這樣呢 達馬錫這樣算 是不是 不僅是新加坡有的 新加坡有兩個 第一個是政府基金 第二個是達馬錫 你先不要說 你一堆叫做 真是有政府背景的東西 我甚至說所有的私人基金 後面都應該有些客人 就是政府主權基金 總會有的嘛 大家從來都是互拿的 是啊 是總會有的嘛 那你算不算 是不是 所以其實你是很難搞的 你現在是人人自危 現在是 就像你說的 就是BlackRock 那些 梁錦松現在做的 那些 一個不幸的 他沽空完港幣 那跟著鄧炳強就去查 你其中一個客人 原來是那些 油黃基金來的 那你就死定了 他就說 今天見過金融界的人 就說 如果有人做研究 簡寫的報告 會不會違法 那他就解釋 若果研究是憑自己努力 採集回來的數據的話 不行官方機密的話 官方機密文件 就絕對不會犯法 是吧 他是這樣說的 那就有問題 自己努力採集回來的數據 好了 自己努力採集回來的數據 在大陸 有些記者 自己努力採集回來的數據 或者採集回來的資料 去做報道 都被你說 洩露國家機密 刺探國家機密 當年明報記者直揚 是啊 試過的 你說 機密密